库里还会不会走啊 现在很能定义 而且总体判断呢 就今年呢 看最终结果 如果说勇士队真是一路逆袭 完成了黑板奇迹的话 那我估计啊 失踪库里就不会走了 但是呢 真说在副加赛阶段就到找到淘汰的话 或者说呢 打这个季后赛系列赛啊 第一轮比赛就被对手拿下的话 你放心 到时候就不是一码事了 就现阶段库里超越了维尔特张默伦 成为勇士队死的得分王 而且呢 目前暂时阶段扭转了外界逢平 认为今年勇士队还有希望 但这只是暂时的 一旦赛季陈埃落定呢 就不一定怎么回事了 你比如之前张老师哈等啊 他跟猛男携手搭档的时候 也赢过一些比赛 甚至包括再找那会儿啊 在球类当中跟克里斯保罗联手啊 常规赛也是高歌猛进 甚至呢 备受外界好评 备受球迷准重 只不过追踪你只要败了 你看啊 这一整年的舆论方向 就定义在你追踪离场的那一瞬间了 就这么简单 张老师哈等啊 2017赛季 打安夺皮 丹河领军情况指下 首轮淘汰了猛男率领的雷霆 相当处色 季游赛当中啊 以一敌二 布迪拉纳德与阿尔德里奇领军的马次 最后呢 一个回合 遭遇吉诺比利脑后摘寡 外界所有印象 停留在这一刻 你说倒不倒霉呢 非常倒霉 但是没有办法 这就是顶级剧情 你常规赛期间过程当中呢 你可以享受掌声和欢呼 但只要最后那一刻 定位的稍微有点偏差 你的形象没有那么完美 甚至呢 有些惨淡 那就完了 届时呢 你这一整年的好心情呢 也就会因此啊 基本上烟消云散 你斯蒂雄库里呢 更是如此 这就是会不会走啊 今年这时候完成黑板的话 那我判断他应该是不会走了 我都黑板起地了 对不对 我至于这支球队的意义啊 那更加突出了 而且借着这样一种胜利呢 外界对于库里 以及勇士队今年的一整个征程 更多还是充满赞美 对不对 顽强第一支球队 斯蒂雄库里啊 再度创造了辉煌 再度亲手制造了奇迹 那外界风评相当正向 库里就不会理对 但一旦说勇士队啊 哪怕是救赛当中 首论败了 我估计库里啊 那就不一定怎么想了 最终外界评判 最终的定义呢 也未见得归那么好 因为对库里向来 整体来说 还是高标准要求的 对不对 要求没有那么低的 对于库里啊 倒是再看吧 所以我倾向一旦败了的话 库里还是有可能 选择一旨啊 真正有团队前途的球队 要不然的话 勇士队当下的现状 怀使脉有伤 培养不起来 交易价值也低 这种当中 多数都是高薪技能 克莱汤姆森呢 又难以触战 怎么办呢 下一年只能说 会更加艰细 所以败了 我判断库里还是会走的 点赞加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